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教室里面都有些什么 那我们来看看首先最上面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对了是我们的灯对吧 灯怎么说的 OK good read after me lights OK lights 好老师要问一下 后面这个s是哪来的 因为咱们的灯不止一盏是吗 有两盏 所以呢老师在这里的light加了一个s表示复数 OK 接下来有什么我们来看看 OK 这个是个黑板right 好了那黑板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aboard aboard very good 很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呀 哎我们教室里现在都非常厉害啊 还有一个小电视对吗 所以我们有一个 tv yes tv 好了 在电视旁边这个呢 对了我们很明亮的是啊 我们的窗户 想想窗户怎么说的 哎非常棒 我们的 windows OK read after me windows 好同样的它这里也有s 说明的 说明我们的窗户不止一扇对吗 有很多扇的窗户 所以我们才会说windows OK next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desk 大家看看一共有几张桌子呀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有很多很多老师都数不清了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张桌子 所以我们加了s desks right desks OK 那跟我们的桌子配套的还有什么 哎你们都真聪明啊 还有我们的凳子 那凳子就叫 chairs very good 跟老师再读一遍 chairs 所以在我们教室里有这么多的东西 那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些单词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要走出我们的教室 去看看我们的学校里有什么 所以呢 老师要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学校了 好我们welcome to my school 欢迎来到我的学校 excuse me where's the teacher's office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OK OK thanks 嗨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no it isn't the teacher's office is next to the library hello i miss white here's my homework thank you mike bile miss white 在我们听完刚才那段对话之后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今天的课文 首先来看这幅图片 那我们的Mike要去找老师对吗 那他首先会问到一个路人说 Excuse me Where's the teacher's office 那他要问的是我们的 这是哪里呀 哎对了是老师的办公室 好首先跟我一起读一遍 Teacher's office Teacher's office 好这个单词很长 但是没关系 Renny帮你来解答一下 首先我们学过老师就叫Teacher 对吗 Teacher 好那为什么在后面加了一个S呢 那就表示是很多老师 对吗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里不是只有一个老师 是有很多的老师 那在之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点 Right 有一个点 那他表示老师的 他表示一种所属关系 表示这间办公室呢 他是属于老师们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单词叫 office 就表示办公室 所以这个红色的单词啊 很长 但是很容易 他就是老师的办公室 那Mike就问了 Where's the teacher's office 那他问的就是老师的办公室 在哪儿呢 那好我们来看看 他是怎么回答的 OK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好跟Renny一起读一遍啊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好了这又有一个新单词出现了 对吧 好跟Renny一起读一遍 Second Second OK very good Second表示啊 二啊 第二 那我们来看看图片 老师的办公室 他是在二楼啊 不是一楼 告诉你了 老师的办公室啊 是在二楼 OK 接下来呢 Mike非常懂礼貌 对吧 他说了 OK Thanks OK Thanks 非常棒 好 Thanks这个词 要注意你的发音啊 TH的单词 我们都要轻轻地咬下舌头 Thanks Very good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Mike在找办公室的路上 还遇到了什么困难 好 Mike又问了 Hi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好 他又在楼梯里 遇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他就问他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这是老师的办公室吗? 他觉得这是 但其实是不是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人告诉他 No It isn't 所以啊 这不是老师的办公室哦 他告诉他 The teacher's office is next to the library OK 再跟我读一遍啊 The teacher's office is next to the library 好 这句很长 并且有两个红色的单词 我相信你们都发现了 红色的是不是就新学的 你们都不会的 那没关系 Rinny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单词 next to next to 他表示 紧挨着 紧贴着 那紧挨着哪呢? 又出现了一个新单词 叫 library 好 跟我一起读一遍啊 library library OK 那这个单词表示什么 叫图书馆 所以告诉我 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呀? 就在我们 在谁的旁边? 对了 在图书馆的旁边 也就是说图书馆的旁边 就是老师的办公室 清楚了吗? 所以 麦克首先知道了 我们的办公室在二楼 那二楼有那么多的教室啊 图书馆啊之类的 那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呢? 他现在就知道了 他是在图书馆的旁边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 麦克找到了没有 首先这个图片 大家都知道 这是老师的办公室了 对吧? 所以麦克应该是找到了 我们来看看 麦克说了什么 麦克跟他的老师打招呼了 Hi Miss White Hi Miss White Right Here is my homework Here is my homework Homework又出现红色了 对吧? 又好长 又不会了 没关系 老师告诉你们 先把这半个盖住 Home是什么呀? 告诉老师 Home是什么? 是我们的家 对了 那后面这个单词 Work呢? Work表示工作 那我们想想 我们在家里 能做什么工作呀? 你会洗碗吗? 不会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家里 做的是家庭作业 对了 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 你在家里做的工作呢 就是家庭作业 所以说麦克说了 这是我的什么 家庭作业 很好 跟老师再读一遍 Homework Homework Here is my homework 对了 这是我的家庭作业 好了 他把它交给老师了之后 老师说了 Thank you 麦克 Thank you 麦克 好 注意TH的发音啊 小舌头要摇起来 谢谢你麦克 接着呢 麦克很有礼貌的 跟他的老师 打了一个招呼说 Bye Miss White Bye Miss White 也就告别走了 对吗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学的这篇课文 那也就是麦克 通过自己的努力 是不是找到了 我们Miss White的办公室 接着呢 把作业交给他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大家都学会了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最重要的一个表达法 叫楼层的表达法 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学习 我们要知道 办公室在几楼 图书馆在几楼 我们都会说了 首先老师给出一个图片 我们看到一栋大楼 哇 好多层 对吗 但是我们今天 只学两层楼 只学两层 首先呢 是一楼 好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这个中间的单词 first first 对 first表示 一 所以我们要说一楼的时候 怎么表达呢 叫 the first floor the first floor 对了 它就表示 一楼 那一楼上面是几楼啊 我们来看看 刚其实已经学过了 你们应该还记得 叫 second second 所以你要表示 二楼的时候 怎么说呢 对了 一定要把这个 the加上 这个冠词 the是一定不能少的 the second floor the second floor 非常棒 好我们再把一楼 和二楼一起复习一遍啊 一楼叫 the first floor the first floor 好 二楼叫 the second floor the second floor 很棒 好接下来老师 又要给你们两幅图片 我们一起来看看 哎 红色标识出来的是几楼 告诉老师啊 这个是几楼啊 是一楼对吧 那一楼怎么说 想一想 the 对了 哎 the first floor right 那好 那这个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 二楼了 想想 二楼怎么说 second floor 对不对 不对 前面少了一个什么呀 对我们的冠词啊 the一定不能少的 the second floor the second floor 它表示 二楼 好 那我们这楼层的表达法 就学习完了 接下来来看一个最重要的句型 老师给了一个小房子出现了 对不对 那在这个房子里是不是有三个东西啊 那我们刚其实已经学过了 这是什么 最先学的 老师的办公室怎么说的 你先想想老师这个单词叫 teachers right teachers 所以办公室呢 加一个office就行了 所以老师的办公室叫 teachers office very good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教室 上个学期就学过的 对吧 OK classroom classroom very good 安慕的应注意啊 把嘴闭起来啊 classroom 对 把嘴闭住 好 下一个是我们的新单词 图书馆 想想怎么读的 跟老师一起读一遍啊 library library 好了 那我们这三个地点 是不是都在我们这个小房子里出现了 那我们要会说 这些地方 它都在几层啊 老师来教下你们 the 加什么 再加is on the 什么floor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地点 加在第一个省略号的地方 把它真正在几楼 加在第二个省略号的地方 我们就说对了 好 首先 从老师的办公室开始啊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来 老师的办公室在几楼啊 在一楼 所以就把teacher's office 加在这儿 那我们就可以说 the teacher's office is on the 那一楼想一想 f开头那个单词叫什么 哎 对了 first 所以 the teacher's office is on the first floor very good 真棒啊 那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就说出来了 好 来看看第二个啊 classroom classroom在几楼 在二楼啊 一起来说一下 the classroom is on the second floor very good 好 二楼我们叫 second 所以 the classroom is on the second floor 好 the不能丢 还有我们这个 on是不是也不能丢 on就表示 在几楼啊 好 最后一个 你们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library在几楼啊 哎 还是我们的一楼 怎么说 the library is on the first floor 非常棒啊 the library is on the first floor 好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下练习啊 还是用我们刚才那个句型 但是我们要加上一个疑问句 要问 别人是不是问你教室在哪儿 你才能告诉别人他在几楼呀 所以 问地点的那个单词叫什么 哎 对了 我们的 where 哎 where 那我们可以问 where is the library where is the teacher's office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去提问 那回答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告诉他 it's on the 那这里的 it's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代替我们询问的地点了 我们就可以说 it's on the first floor 还是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告诉别人就行了 好 那你们可以看到 还是刚才那个房子对吗 但是现在这里面是不是没有房间了 那老师就会一个一个把它变出来 接着我们来提问 接着来提问 首先 在这栋房子的最右边我们出现了 library 啊 library 所以我们要提问了 我们会说 where is the 对了 library right where is the library 那怎么回答 it's on the 一楼还是二楼啊 i在一楼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对吗 我们会说 it's on the first floor okay very good 好 这个算Rini告诉你们的啊 下个你们要自己动脑子想一下了 好 接下来老师又要变一个出来 yeah here it's teacher's office teacher's office 那他在哪啊 还是在一楼 好 我们自己试着问一下啊 我们还是用where来提问啊 where is the teacher's office 怎么回答 hey it's on the first floor 很棒啊 好 再变一个 yes it's classroom right classroom 还是跟刚才的顺序一样 是不是 我们的classroom 还是在老师办公室的楼上啊 那我们一起来问一下 where is the classroom yes where is the classroom it's on the 这次就变了 可不是first了 是哪个 yes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非常棒啊 我们小朋友都答得非常好 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学会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般一问句啊 一般一问句 什么是一般一问句呢 Renny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你们 就是问的很一般 你可以用yes和no回答的问题 就是一般一问句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个肯定句 我会说 this is the teacher's office 这个句型咱们是学过的 叫 这是老师的办公室 对吧 这是老师的办公室 那我老师在陈述一个事情 那我现在不确定 这是不是老师办公室的时候 是不是要问别人了 那我是不会说 这是老师的办公室吗 啊 这是老师的办公室吗 这个句型叫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加一个问号 对吧 这是老师的办公室吗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 火眼睛进来看一下 这两个句子有什么不一样呀 哎 我发现小朋友眼睛都很尖啊 发现前两个单词 是不是换了一下位置呀 哎 只要把前两个单词换一下位置 它是不是就可以打问号了 所以一般一问句超级简单 就是把前两个单词换一下位置 它就变成了一般一问句 嗯 老师给了两个箭头 记住哦 两个单词换位置就可以变成一般一问句了 那就表示这是老师的办公室吗 再提问 是吗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组句子 this is the library library是哪啊 哎 我们新学的单词是哪 对了 图书馆啊 这是图书馆 对吗 那好 我现在要变成一问句了 也就是把前两个单词是不是啊 换位置了 对吗 换位置变成 is this the library 这是图书馆吗 是不是你不确定的时候就要问别人了 所以打问号的问句就出现了 这就是一般一问句 好 老师刚讲了 一般一问句是不是问的特别一般 你就可以用yes和no回答 所以我们怎么回答一般一问句 也是大家要学习的 首先呢 我会给一个图片啊 给一个图片 那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哪啊 这是我们新学的叫什么 teacher's office 对了 那如果老师提问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这是老师办公室吗 我说的对吗 图片跟我的问句是一致的 对不对 那一致你是不是就要点头了 告诉我yes 怎么回答 yes it is 表示是的 这就是啊 如果是一致的 你就可以说yes it is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图片 这是哪啊 你看有很多的书 然后有两个小朋友 好像是在学习 也好像是在睡觉啊 这是我们的图书馆 那图书馆叫library 那好 老师要提问了 随便问一个句子啊 我会说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那我们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呀 可不是图书馆了 对不对 是哪里呀 是老师的办公室啊 是老师的办公室 所以我的图片跟Renny的问句是一致的吗 不一致对不对 是不一致的 所以你要告诉我 no 啊 我们要回答no 那no怎么回答呢 no it isn't 不 它不是的啊 它不是的 那不是的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正确的呀 所以你要告诉我 this is the library 这可不是我们老师的办公室啊 这是我们的图书馆 所以 this is the library 好了 跟我把这两个句子再读一遍啊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no it isn't this is the library 非常棒 好我们接下来再练习一下 把我们的图片跟我们的句子结合在一起啊 首先这是哪里啊 今天刚学过的 老师的办公室怎么说的 对了 teacher's office teacher's office 好用我们的一般疑问句来提问一下 is this the teacher's office 对肯定回答怎么说 yes it is 否定回答呢 no it isn't 非常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这是哪里啊 看一排一排的书架 上面有很多的书 是我们的图书馆 对吗 好那图书馆叫什么 还记得吗 L开头的一个单词 哎对了 我们的library 对了 跟老师再读一遍 library library 非常棒 那好了 我们再来提问一下啊 一般疑问句怎么问 这是图书馆吗 怎么说 对的 is this the library 你要把声调扬上去啊 一般疑问句我们都要用声调的 is this the library 好了 肯定回答 yes it is no it isn't 非常棒 好再看下一个单词哦 这是哪啊 是一个楼层 但是老师这里标出来了红色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啊 一楼 还记得一楼怎么说吗 那个单词f开头的 想一想 对了 first floor first floor 好跟老师一起读一遍啊 first floor 好那有一楼 还有几楼啊 哎就有我们的二楼 对不对 你看红框标出来的 在一楼的上面 就是我们的二楼了 好那二楼怎么说的 对了 second floor 哎跟老师读一遍 second floor 好那这个句型我们来想一想 那个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 怎么说 我们用where来提问 where's the teacher's office 那老师办公室在一楼 it's on the first floor it's on the first floor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 图书馆在几楼 where's the library where's the library 那如果我们的图书馆在二楼呢 你怎么回答 the library is on the second floor 对了 在二楼 second floor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组单词 first floor and the second floor 你都掌握了吗 哎我相信你一定记得啊 好接下来再看两个单词 首先在这个水滴里面 你看一个小朋友拿着笔在写东西 是不是在做作业呀 还记得做作业那个单词吗 看着特别的长啊 其实是有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的 第一个单词是家 我们想想家怎么说的 对叫home 那我们在家里做的工作叫什么 work 所以把这两个单词放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家庭作业这个新单词了 一起来看一下 它叫做homework 好跟老师一起读一遍啊 home加work 所以一起就是啊 homework homework 就是我们的家庭作业 好还有最后一个单词了 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哎好好想一想 我们说老师的那个miss white miss white她的办公室在谁的旁边呀 是不是在图书馆的旁边 在旁边那个单词叫什么呀 哎对了我们的next to 好我们首先来看图片啊 这是我们的图书馆 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说办公室就在图书馆的旁边 对吧 所以在旁边叫做next to 好跟老师一起读一遍啊 next to next to ok very good 好那通过这整个单词 我们是不是就把我们今天所学的单词 句型都复习了一遍 我觉得你们一定都记住了是吗 那好那这就是今天 reini老师的第一节课 我希望你们通过这节课 都已经学会了我们的六个单词和两个句型 那在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所复习 希望大家都会记得这些知识 不要忘了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